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今天是受到东北风 还有南方云系的影响 所以全台湾云量都是比较偏多 那么银风面北部跟东南部有局部零星短暂震雨 但是中部甚至有发生雷雨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形 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的话 还是一样北东部地区都是有雨的 中南部是这个多云 那么偶尔可以从云风中见到阳光 另外提醒大家 全台湾温度都是早晚会比较偏凉偏冷 尤其阴风面感受会更加明显 要记得外出的话添加衣物 下个礼拜二会有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有可能达到这个大陆冷气团来等级 大家要特别注意温度的变化 来看一下云图可以看到 昨天风面云系已经通过台湾了 我们今天是受到丰厚的东北风的这个影响 再加上有些南方的这个云系北上 所以全台湾云量都是比较偏多 那么今天在中部傍晚的时候 有这个发生雷雨有下午到傍晚的时候 那么这个在冬季的话不算是很常见 但也不算是不正常的情况 最主要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 虽然风面已经通过了 但是整体在我们台湾到华南附近的 中高层大气还是比较不稳定 所以只要有些条件符合的话 这个一个比较发展旺盛的云系就会生成 所以就造成今天有一些局部的 一个雷雨发生的情况 那么明天的话 我们台湾会持续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还有些南方的云系 所以全台湾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那么另外是今天晚上会有一波比较强的 这个有一波华南云系 迅速的通过我们台湾了 所以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今天晚上出门可能记得 这个期待雨季 天气会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 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预计水气会减少 但是持续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下个礼拜一是预计是 未来一个礼拜以内最稳定的一天 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礼拜二礼拜三会一波 比较明显比较强的冷空心南下 天气又会有一些变化 温度也会往下降 来看一下降雨的区域的话 今天晚上一波华南云系通过 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最主要还是在我们的 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礼拜五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最主要是迎风面北部跟东半部 尤其局部零星的短暂正雨 未来四天的预测图 可以更明显的看到 礼拜五还是一样 在我们的这个苗栗以北跟东半部 是比较不稳定 有局部短暂正雨的一个区域 礼拜六礼拜天虽然水息减少了 但是还是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迎风面还是要特别注意 降雨机率还是比较偏高 礼拜一的话最主要是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但是迎风面还是有一些云量比较偏多 局部零星短暂正也发生的可能性 温度的话大家特别留意 北部一整天都是比较偏凉 偏冷低温大概在14到15度 白天高温17到18度 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变化 最主要就是因为天气不稳定 云量比较多的关系 那么在中部的话就稍微有一些变化 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低温大概在14到15度 白天高温大概在20到22度 礼拜六开始会比较明显回升 因为礼拜五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礼拜六开始云量少了 白天温度就会上去了 但是同样的辐射冷却影响 在清晨跟夜晚的温度也会往下降 日夜温差会变得更大 那么在南部的话 也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的问题 低温大概16到17度 中午高温22到24度 所以提醒大家 在过来几天出门的话 还是要特别留意整个温度的变化 还有天气还是有点不太稳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